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明白为何是一个外国媒体的资源 大家都不停在这里 当他像层层的外评论 外交部又做了一件很差的事情 首先是《Financial Times》 说明年三月下台 后选人也说了 有陈德林和唐英年 我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值得讨论 我们都觉得很可悲 如果你就着这些这么细碎空热来风的事情去说 怎料外交部就先出了一个声明 说你这些全部都是止虚乌有的 怎料隔了一段时间 他就删除了自己的编文 我不明白共产党真的想怎样 因为这也是一个演员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现在你摆到这样的形势 你是没有办法去 我们说说 不会去猜疑共产党 真是想林郑下台 你先讲 我想你很早已经说是否要她下台 其实五大诉求 最初有一个诉求是要她下台 现在没错 现在从来都没有 从来就改了变成普选 很早就变成双普选了 是头一次两次 我说各个运动的形态不同了 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将林郑下台变成双普选 因为过往我们03-07-01 或者去到曾荫权林下台 唐英年林远 全部都是以特首下台作为主旨 就是在6月9日大游行612之后提出五大诉求 就是变成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量变变质变的一个启示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评论的话 就是你比较今天 发生了6月到现在4个多月 记起当年是03年的时候 董总已经熬了多久才是年纪 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比较 有什么可以值得参考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时间 或者当时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 就是他下来就是给曾荫权Act 赢完之后选的时候就选回曾荫权 就是这样的 今天无端端 如果是 如果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那边 金融时报那个是有比较奇怪的原因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封在哪里来的 就是合理一点点的做法 就是应该给张建宗 跟着可能就算他选不到 他不是合理吗 张建宗一定 一定会合理的 对不对 选哪个 选哪个 选哪个也是奇奇怪的 他之前很多人坊间讨论过 一来这两个他有相似的背景 二来都是觉得 熟朋友觉得都是阿爷信不过的人 就是有不同的原因 说为什么信不过他 不是我信不过他 而是有些说法 但是为什么两个 我不知道 因为当年开头的话 为什么这么难换 就是说 好像说这个 全部都可以信不过 这样 所以包括这些 其实都有人觉得好的 但是都问是不是阿爷信不过 还是怎么样 就是为什么会放两个 都是好像 但是我质疑为什么 如果那个风是 如果只不过放两个其中一个 然后再换多个是很不同的人 我觉得会可能是 像样一些 因为现在的做法应该是似的 如果是要跑的话 可能是两个 他一个真的是熟悉了的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陪跑的 如果他们要这么说的话 如果他不是的话 我就整件事都觉得很流 可能也是这样的 原先只有一个 那些人加盐加槽 再加多一个 或者他自己撕下伙伴 就推一下自己有 这样也可以 这个就是阴谋论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没有任何sauce 去double check 你只有一个sauce 他说什么你都相信 我就觉得这件事 我是很反感的原因 首先就是金融池报的 鬼佬报纸 大家对鬼佬报纸的可信性 好像是强 鬼佬报纸的不伐 是压人的 但因为上次林郑录音事件 都是由鬼佬报纸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 那些人会觉得可信 原因都是离止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 我说一说 假设你是一个中国 那决定的过程是怎样的 首先他一定不会否定 林郑过程的一个possibility 即是他们应该是有几个方案的 即是他们将每一个possibility 出来先 而假设有这个方案的时候 应该是不排除他们会放风 无论他们想不想事 现在他们决定做 假设他们这些决定做之前 他们都会放一放风扇 即是不排除这个 真的是他们 假设这一件事会发生 不是一定做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反应 先看看市场反应 即是假设他会做的时候 当然董脚痛 有没有吹风说 曾永泉有机会 我不记得了 而且他会缺乏的 现在他做了一点点的工作 他做了一点点的工作 他一定会先找一个plan B 即是他毫无疑问 plan B他一定要有 或者已经在筹备中了 即是这个他们是会的 那么我觉得 他们当然会出一吹风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 其实 林郑不是太可求 即是大家都知道林郑有点叛变 即是他的六音带 他们不是想林郑下台 但是他们一定要去做一个plan 去plan 假设如果林郑会有什么三长两短三叉 行叉习送 他们迫着都要逼林郑下台 即是因为林郑现在实际是太不可靠了 他的子女全部都是去那里 即是不排除那件事件是变了 即是如果相对于董的状况 我想林郑做到明年或者什么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他最好的状况就是 就是做到可能选之前九个月 那你吹他不再拔他不长 都开始提名 那做好做打 那么张建宗也做了九个月 那你就会比较好一点 即是由张建宗去处理 去处理下界特首选举 不让林郑处理下界特首选举 那会比较适合一点 但是问题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如果他真的逼不得意要剪林郑的话 可能真的要有一些人去做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两个人物 我不说这两个人物的可能性 你知道这两个人物最少有一个优点 就是优点就是你会令到那些 钱男 即是说令到那些有钱人很舒服 至少先找到那些有钱人的状况 但是我认为以阿爺的更多的做法 他们可能是会的 而这件事是似他们一向的做法的 我先给你两件这些 真正那件到最后才出 这个当年的梁振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然后真正那件不出 林郑都好像很早很早 可能还不选不胜的 是的 一路叫你不选不选 搞了一大年 做了一轮勢 搞了一大年之后 他才是后上的 所以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 当然你说是 陈德林 唐一年 都不是极度不可靠 至少比在耶森中好的曾俊华 虽然这两件都是废电池 既是旧电池 因为本来准备报器的 可能回来差一会 做那两年 顶顶人 也可能有这样的可能发生 但是至少比曾俊华 陈智思 陈智思 那些人经常说是黑马 不可能 因为她是泰国家族 不可能被一个泰国家族 去做特首 这是可以团阅的 我觉得那个状况 是林郑乐太太的 因为这样 你又怎样看 我觉得很可悲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就期你说 我们五大诉求 已经没有了 当然 这个是一个 如果是蓝丝台 或者是中盏台 应该我们要顾及我们的观众 但你问现在在坊间 有很多所谓支持抗争 或者同情抗争的评论员 尤其是上了年纪那些 他们很兴奋 开拢了 究竟这个中共会找哪个人呢 这个中共呢 其实有哪些人信得过 有哪些人信不过 我们应该明白这件事 就是体制已经不再重要 在今时今日 你找哪些人信 所以我反过去说 你问我 中共找哪个人上来 都无所谓 当今天已经明目张胆 可以将很多东西 在香港政府的架构里面 你找哪个信不得过 难道有个信不得过的人 站在这个位置 他敢作反吗 他最多就是做一些小动作 但你很快都可以把他放下 林郑早前你会明白 他又放过一些录音 他又消失过两个星期 你现在都要跟中共的剧本做的 天天都出来要说止暴制乱 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是不相同的 我不觉得 如果你是同情抗争者 支持抗争者 不是周显大师的角度 你是没有必要去关心 哪个人去做 如果有很多黄丝 你仍然关心这件事 证明你都擺脱不了 那个旧有的龙 总之我们在这个选举里 立最多的好处 在这个统治阶构里面 我们想想一下 有什么人选 对我们最有力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过时的想法 还有当然 你都发觉有奇怪的 因为林郑现在常常都放风 说说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是不是其实都已经是 你想想一下 逢新拿出这么厉害的东西 我觉得通常那个可能性 你一搞完 因为现在我也有听过 有些政界的人说 究竟民建团那边的人觉得 你什么时候会让林郑走呢 就一定要走回董建华模式 就是要局势平定了 才会让林郑走 因为如果局势不平定 而林郑走 那中共就很没面子 但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局势立即平静 或者开始换散呢 可能就是由林郑公布 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好了 接着他就 我们说 令到人删禁一半 然后自己收皮 然后再换人 这个都是一个可能见到的征兆 我说回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要讨论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看着新闻来做 都很难不说 中产台没问题 因为中产是关心这些 我看不起的 就是有很多评论抗争 或者同情抗争者 你一见到选举 这个选举 这个特首换人 这个很大影响 他不会对这个抗争 有任何本质上的影响 他会令人散水 当然 你应该是关心那样东西 换了一个特首 是否会令人觉得会收皮 而当然 结果你会发觉 就是评论那几个人 就是最想收皮的那几个人 所以他们一见到有换特首 就觉得 对了 是时候我们见到就收的了 换了一个特首有新症 那就可以令到香港有新的一幕 但是林郑下台 不是五大数求之一 林郑下台从来已经不再是五大数求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以为 林郑下台是五大数求 只有什么人会觉得林郑下台的五大数求 就是从来都猴吊着议席 整天都想着区议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 他才会将那种旧有的董建华下台 曾荫权下台 和梁振英下台 延续到林郑下台 没有人会觉得林郑下台是有用的 甚至乎调传人们是要求林郑下台 他们觉得只要一天林郑下台 就好像陈同间不会去到台湾 就是令到事情更加好 为什么还有一些旧思维的人 会觉得抗争里面其中一个目标 是林郑下台 我觉得蓝丝是没问题的 蓝丝当然要用固有的角度去看 蓝丝反而希望林郑下台 当然蓝丝一定要林郑下台 你当然是收拾不了残局 但是换了特首香港人就是这样 我们的民族性就是 换了人我们也要给他一个机会试试 换了人就是 暴君走了 有新君来临 我们当然要迎接他 但是这一组不应该是一个支持抗争的人去想的东西 结果就是你发现有很多所谓评论 现在抗争的黄丝评论员 其实实际上都是走回那个黄丝系统 其实很多黄丝评论员 他淺黄那些都不是支持抗争 有些人说某位KOL 他属于淺男来的 有很多黄的都被打成淺男 所以我觉得 他们其实希望抗争停止 然后收个血债票上 所以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中共今时今日 还是很担心一个特首 你信不信得过 你有没有需要担心 一个不听话的特首以林郑作为例子 可以做些什么呢? 他根本什么差事都做不到 你那个坚持 究竟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不明白 如果你把那个范围拉阔一点 只要我说表面上听来听话 看来听话 我就可以用他了 这里方间所有大量的人 都可以做林郑的下一任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评论 当然可能中共真的这么想 现在真的选不下手 全香港没有一个人可以 的确是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为林郑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她不听话 她不听话 她也是要跟着剧本做的 就算今天换成曾俊华 我觉得她也是要跟着剧本做的 为什么中共的安全系数 是要设定高到99.99999% 而弄到自己现在没有了选择 这个就是我奇怪的地方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